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歡迎來到股價值多少這個系列 從今年初開始 電子產業受到中國封城 以及戰爭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加上通膨造成終端的需求減緩 讓許多公司在最近這一兩季的獲利已經明顯降穩 股價也紛紛從高點往下做修正 連帶著殖利率也上升到8%、9% 甚至到10%以上的也不在少數 投資人在選股的時候 千萬不要只覺得可以配很多就想要買進 而是要回歸到基本面的角度 來看公司是不是真的夠便宜 不然領了再多的股息 股價回不來也是沒有什麼用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這檔 也是去年表現相當好的至上 可以看到公司去年的營收達到2087億 比2020年的1375億大幅增加了52% 毛利率3.18也是創下十幾年來的新高 權益報酬率30.18 比起過去的20%左右同樣也是高了五成 雖然這幾個數據看起來都很不錯 不過投資人需要去在意的反而是後續的表現 如果不能維持 那麼就不應該在突然變好的情況下來進場 只是說 隨著近期的股價下修 現在至上的現金殖利率已經突破了10% 雖然說已經除完息了 但是這種看起來不錯的高配息 是不是也代表還有進場的機會呢 等一下就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謝謝啦 我想電子通路這個產業 普遍的毛利率都不高 以至上來說 大概就是2%3%的數字 不過可以看到 公司除了透過轉投資來拉升營收之外 在成本跟費用也能有效控制之下 還是可以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取得一定的優勢 其中最關鍵的幾年就是2011到2015這段時間 至上轉投資的韓國香港以及大陸等子公司 營收也從四五百億衝高到一千億以上 那從公司的發展策略來看 未來要能繼續保持成長問題應該不大 如果能在合理的位置買進 那麼可取得的報酬率自然也不會太差 至於什麼叫做合理的位置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先來看股價的部分 今年以來公司的股價最大修正幅度達到42.8% 即使用除息前的價格來看 那麼跌幅也有35.2% 從數字上來看的確是蠻大的修正 當然造成這麼大的修正 最直接的原因還是跟公司獲利表現不佳有關 例如營收的年增率已經連續五個月負值 單季的ROE也從去年的8%、9%向下調整至5%左右 像這種情況就不建議用最近四個季度的加總來去估算合理價的數字 因為前幾季的營收還是處於過高的位置 如果直接拿來使用 那麼就會有高估的情況發生 而除了營收下滑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 就是最近比較多人在談的庫存問題 的確去年的營收跟營業利益都明顯優於過去 不過可以看到將近300億的存貨也是歷年來最高 占總資產的比重也是首度突破五成 另外還有幾個指標 像是存貨周轉率下降 以及平均售貨天數提高等等 都在在顯示存貨的問題已經到了需要擔心的地步 計表的部分 可以看到最新一季存貨已經累積到323億 包含其他的指標也都顯示庫存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由於現在消費性電子的終端需求減緩 連同記憶體的價格也跟著下滑 再加上半導體供應鏈去庫存的影響還沒有結束 下半年的財報看來也不會太樂觀 雖然對於未來是看的比較壞 不過我覺得投資就是這樣 想要有便宜的價格 一定是公司遇到了什麼麻煩事 這時候該做的反而不是去擔心還會壞多久 而是公司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後 還能保有多少的賺錢能力 先把最慘的情況給考量進來 這樣才有助於去評估合理的價值 身為一個消散戶應該要盡可能的去提升自己的判斷能力 才不會被市場的情緒以及消息面給牽著走 接下來我們就來算一下 事實上目前的合理價大概是落在哪個區間裡面 一般來說我們在取ROE的時候是會以近四個季度的加總來作為參考 不過這有一個前提是 近期的表現是需要穩定的 如果有突然變好或是變壞的情況都需要再去做調整 畢竟之前的太好跟太壞未來不一定會再重現 這樣子下去估就容易有高估或是低估的狀況 那以事實上這個例子來說 近四季裡面很明顯有三個季度是比較偏高的 如果用現在看到的這個26%下去評估也是相當的不合理 像這種的話我就會建議用最新一季的數字 然後搭配近期的月營收來去取出一個相對合理的值 那有人可能會覺得說有沒有辦法去算出準確的數字 會問這種問題的人通常有很大的比例 都是想要知道股價最低會跌到哪個位置 但我只能說大多數的公司尤其是電子業 連半年後的訂單是好是壞 甚至在哪裡都還不知道 投資人又怎麼能夠去預測準確的數字呢 而且說真的估價的目的只是要了解相對的低點 然後從中找到抱住股票的信心 而且也不太可能一買進馬上就開始往上漲 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回過頭來看這次的估價 近一季的5.3%就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如果再考量到公司未來的獲利可能不佳 以及增資等問題 那麼我覺得ROE估18%左右會比較合理一點 再來是低本益比的部分 從過去幾年的資料來看 建議可以取6.5或是7倍來作為計算的基準 那這邊我是取6.5倍 這樣子算出來的股災價為33.4 至於合理價的話 ROE一樣是取18% 而本益比則是從6.5倍調整至8.5倍 這樣子算出來的合理價為43.6 那以最近收盤價38塊多來看 現在的價格已經在合理價的區間裡面 至於能不能買進 就看投資人怎麼去評估這個風險 畢竟就像剛才前面說的 一切還是要以能夠抱住股票為主 不然以後就算股價漲一倍 也跟你沒什麼關係 以上的資料給大家做個參考 關於今天影片中所談到的至上 相關的財報資料 在這部影片結束之後 我會把檔案放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給大家下載並做為研究使用 希望對各位在學習上會有點幫助 如果你對計算合理價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喔 好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請幫我按一下訂閱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謝謝